北冥有声 司机鬼使神差地 将这个孩子也放了进来 后车门打开 小孩提示那个黑色塑料袋 爬进车内 他坐在诚哥旁边 和诚哥大眼瞪小眼 你叫什么名字 你记得自己爸妈的电话号码吗 司机启动车子 随口问了那孩子几句 等了半天没回忆 司机扭头看了一眼 发现小孩正在和诚哥对视 这两人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算了随便吧 我不管了 司机破冠破摔 他把手机放在 伸手就能碰到的地方 打开车载对讲机 他心里也很慌 想要找个正常人聊会儿天 有人在东郊吗 今天这边活挺多的 对讲机里 很快有一个大叔回应 你还敢去东郊啊 最近半个月往东郊跑的司机 受伤了好几个了 还有的据说是直接昏迷 那大叔似乎是司机的熟人 双方经常开玩笑 你别吓我 我胆子小 我跟你说正经的 东郊最近特别乱 你自己看新闻吧 看什么新闻呢 我正在跑活呢 你别不当回事啊 警察早上还发现 大叔说了一半 通信戛然而止 发现啥了 司机拍了拍对讲机 怎么真是坏了 本来也没什么 但被对讲机那边的大叔一说 司机心里更没底了 他慢慢抬起头 通过后视镜 偷看坐在后排的小男孩 此时程哥正好起到孩子身边 他朝小孩紧紧抓着的 黑色塑料袋里看了一眼 你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我看你上车以前 好像在路边寻找什么东西 小孩冲程哥笑了笑 片刻后 突出了两个字 你猜 因为孩子的一句话 车内气氛突然变得诡异起来 司机握着方向盘的手 被汗水浸湿 副驾驶坐上女人沉默不语 后座的小孩 紧紧拽着黑色塑料袋 脸上带着和他年龄 不相符的笑容 车内几人 只有程哥还算正常 仿佛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他又朝小孩那边挪了挪 声音平缓温暖 我可猜不到 能让叔叔看看吗 见程哥把竹叶打在了黑色塑料袋上 小孩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 不用了 程哥提起自己的背包 他的包要比小孩的袋子大许多 其实咱俩挺像 我也在找东西 你也在找 小孩能闻到从程哥背包里散发出的 淡淡的血腥味 他感觉情况有些不对 这跟自己上车前设想的不太一样 你在找什么 我要找的东西啊 就在这车上 等会找个合适的时间 我就把它们统统装进包里带草 程哥就像是个吓唬小孩的坏叔叔 他语气搞怪 但是坐在他旁边的小孩却没有一丝笑意 这孩子能听得出来 程哥是认真的 不同于孩子 正在开车的司机听到程哥的用词 差点把刹车当油门 一头撞进了树林里 他们 他觉得程哥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 要把车上所有人都杀了 然后装进背包里去 四位完全跟不上后排乘客的谈话节奏 车内现在唯一能让司机安心的就是 坐在副驾驶的女人 在他看来 副驾驶的女人柔弱可怜 真要除了意外 他就带着那个女人一起跑 相互也好有个照应 司机在心里暗下决心 他偷偷朝着副驾驶看了一眼 那个可怜兮兮的女人 似乎也意识到了问题 手指轻轻搭在司机膝盖上 程哥并不知道 他在司机的剧本里 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他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旁边的孩子身上 既然遇见了 那就交个朋友 请他到自己家里坐坐好了 出租车又往前看了一段距离 来到一个钉子路口 继续向前走 就会离开九江东郊 进入县区 而朝另一条路走 就会到达白龙隧道 你家在哪个方向 司机很深事地问了女人一句 一直低垂着头的女人 慢慢扬起脸 伸手朝着白龙洞的方向指去 白龙洞隧道 在九江干出租时间 比较久的人都知道白龙洞 那地方简直就是一段被诅咒的公路 事故频发 关于他的传闻很多 甚至还衍生出了数个版本 不同的怪堂故事 司机脸色变得很差 他强大精神 保持镇定 扭头又看向那个提着带子的小孩 小朋友啊 你还记得 你家在哪个方向吗 男孩跟陈哥坐在一起 有些不开心 他面无表情地朝白龙洞那边 啰了啰嘴 你家也在那边啊 看来你们是一个村子的 司机想方设法地安慰自己 他挤出一丝笑容 又看向陈哥 你呢 我也要去那个方向 不过我劝你 最好不要继续往前开了 让他们两个下车 然后把我送回 刚才女人上车的地方 陈哥是想要保护司机 如果他跟着女人 和小孩一起下车 司机一个人回去 路上很有可能会遇到意外 所以他才想着 陪着司机往回看一段路 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司机却不这么认为 陈哥给他一种非常危险的感觉 现在人多还好说 等会儿自己落单了 指不定陈哥会做出什么事情 司机越想越害怕 陈哥大晚上一个人乘坐出租车 往荒郊野外开 还拿着一个散发有血腥味的背包 这个人想要做什么 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还是算了 你们顺路 那我正好把你们一起送到 司机向他们的公司群里 发送了自己的定位 但是网络很差 发送了半天都没有成功 他放慢车锁 又用手打了两条信息 可依旧显示发送失败 明明一车子的人 但是司机却丝毫没有安全感 他想要报警 可又担心触怒车上的乘客 让他们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 就在司机苦恼的时候 钉字路口正前方走出一个老人 他背着药框一瘸一拐 这好像是个采药人 东郊背大江和群山环绕 经济不发达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环境没有遭到破坏 山里动植物种类繁多 也有许多稀缺的药材 和人工种植的不同 野外采摘的药材 价钱要更贵一点 所以附近村子里 留守的老人经常会进山采药 老爷子下山的时候 好像摔了一跤 右腿轻微变形 衣服也被树枝划来 裤腿还残留着一片血渍 他从出租车旁边走过 无意识地朝车里看了一眼 眼睛慢慢睁大 加快了速度 一瘸一拐朝远处跑去 亲眼目睹老人面部表情变化 四季这下更慌了 他打开车窗 想要询问老人 可当他朝车窗外看去时 那个瘸腿老人已经不见了 我添破了 他打开车窗外看去时 我添破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